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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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这个是不是你的想法 我鼓励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想法套用在教会的架构和侍奉上 千万不要有一个错的想法 就是你来到教会最初没什么人认识你 接着慢慢可能参与一些侍奉有人认识你了 然后做到那个部门的职员 做到那个部门的主管 接着再做上去的时候可能成为教会的议员 执事 执事会的主席等等 如果是这样 你就是把这个世界的观念加到教会的架构上 我鼓励弟兄姊妹去看这段圣经 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35-45 在那里开始的时候 讲到耶稣的两个可以这么说 大弟子 就是雅各和约翰 去到耶稣的面前 竟然有这样的请求 他们希望当耶稣在荣耀里面的时候 就让他们一个坐右边 一个坐耶稣的左边 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就是说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 而当他们这样去求的时候 也引来另外10个门徒的不开心 但是在这样的对话之后 耶稣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说话 就是在第42节开始 去到第45节 耶稣说 耶稣说 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写命 作多人的属格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星期说 很有趣地 神的确是吩咐教会 有一个架构 甚至有领袖的设立 这个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另一方面 神的心意 不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架构 就好像一个世俗的眼光 好像向上爬的一个架构 我们越是在上面 给多人认识的人 或者甚至乎是 好像做到一个管理的人 甚至乎是牧者等等 那个的重点 不是得人的尊敬 和得人的服侍 也不是有权去管核其他人 而是神叫到我们 作为一个的仆人去服侍其他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一方面 神的确在教会中 容许有架构 也设立有领袖 但另一方面 这个架构和领袖的设立 并不是一个阶梯要我们爬上去 而是我们越成为领袖的时候 我们就越要成为一个仆人 越要去服侍人 为何要认识